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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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國家空天安全的守護者 我們在艱苦複雜的環境裡 炊練官兵 血腥膽氣 是我們的伸戰之策 也是生存之道 我們今天模擬的是在冬季野外訓練 一定不要盲目地搶時間 投快 一定要缺乏質量 第一組 徐朝鵬 第二組 鳳正松 第三組 楊正 為了提升戰士們在模擬空地 對抗訓練中的戰鬥力 入伍25年的二級軍事長王剛 帶領班裡戰友展開了一系列強化訓練 當我說開始的時候 三個人積極協力 將電纜管子拿過去 放在電纜架上 要求就是拉開到五十米以外 短到一條電纜 不刪開 準備 開始 開始 鋪射和撤收電纜 是地道部隊發射保障聯的一項基礎課目 它起著為導彈發射車提供穩定電力 和保持與指揮車通訊暢通的作用 雖然說我們現在兵器的自動化程度都比較高 真正緊急條件下可能都會採用無線 但是我們有線狀態下的車友展開 依然是我們必須去強化訓練的一個重點 鋪卷電纜重達90公斤 想要將電纜從發射車上快速移動至作業位置 操作人員之間必須通力合作 力求用最短的時間將電纜鋪設完成 許德鋒這一組用時1分22秒 收放電纜被我們戰士們稱為 最魔鬼的一個科目 對我們收放電纜人員的一個 體能的考驗非常大 針對這個內容 越是魔鬼我們越要練 準備 開始 天山腳下 四野皆白 在20多厘米厚的雪地裡鋪射電纜 讓這一基礎科目的操作難度倍增 因為看著電纜比較攪著一塊的 電纜比較長 要求速度同時體力消耗較大 你要看全電纜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 拉開 兩頭一連 好了 那麼你每一個環節都講究的是質量和速度 要不要 你們在這個卷電纜過程當中 用時1分55 第二組 規則是否清楚 聽著 準備 開始 在鋪射和撤收電纜科目訓練時 王剛將搬離戰士共分成了四個小組 除了第一組全部是經驗豐富的戰士外 其餘小組多為入伍一到兩年的新戰士 二組 用時1分20 準備 開始 我讓第一組給大家演示了一個 出色的黑色 有新兵補充進來的這幾組 相對來說要弱一點 江湖之間就會產生一個競爭性 用時2分20秒 電纜首先捲得不齊 第二個 穿著一個致命的問題 我一再給大家強調 一定要保護掌握的電纜頭 不要進水 不要進雪 那雪鑽進以後 如果說不及時擦乾或者吹乾的話 電纜就直接打火了 要么就把裝備裡面的原器件損傷了 你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都要保護你的電纜頭 開始 拜 他摔倒的那一刻 我看他把電纜頭使用高舉折 這一刻就讓人很感動 哪怕就是我們自己摔倒了 受到小傷都不要緊 但是裝備不能受損 準備 開始 好 雖然只是一次日常訓練 但王剛對細節的把控 依舊十分嚴德 開始 開始 當時是零下將近20度 我們在室外穿著單衣 進行租放電纜的一個訓練 每個人站著的時候 哈出來都是哈氣 等到訓練完之後 頭上冒的都是一股熱氣 這也體現出我們整個訓練場上 暫時的一個高昂的一個士氣 來 走 好 四族好 四族 收電纜用時 兩分十秒 待會 向右 順 好嗎 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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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修理班班長柳趙偉決定 對這一系統進行升級改裝 柳趙偉入伍20年 作為修理班在意時間最長的一個老兵 柳趙偉是全旅的金牌修理工 我上放 好好好 使勁 一 二 四 好 各位 每次這個啟動其實太費勁了 轉了幾圈以後我看每個車 黑煙貌都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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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冬天機油換一下 我們機油已經換到零大五六了 已經是在市面上裡面 機油裡面這個標號已經非常非常高了 如果說我們讓它快速地啟動的話 一個是給氣爐上面給它預熱 通過契路 然後帶動它整個高內的環境 工作環境 就是怎麼把這個事情解決掉 前契路也有注意過 對這些新的一些材料啊 他東西的了解不夠深 柳兆偉的改裝之路 進行得並不順利 以前的幾次改裝嘗試 均以失敗告終 如何才能幫助這些車輛 在寒冷天氣下快速啟動 成了擺在柳兆偉面前的 一道大難題 裝備給柳兆偉出難題的同時 王剛也在給戰士們出難題 慢 再慢 停 停 停 裝填車停車定位科目訓練 模擬的是導彈裝填車 為導彈發射車 進行裝卸導彈時的 精準定位停車 對照該科目訓練大綱要求 導彈裝填車和發射車的 裝彈車距要精細控制到 尼米級不僅如此 在該科目訓練中 王剛還對班裡戰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們把氣球吹大根 球二公分這個樣子 然後粘到這個發射車上 在那個車的尾部也綁了兩個針 到的胃後頭不會抓住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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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因為單純的你這樣看 後面也不管了 好嗎 是 既不能把氣球噴破 也不能離氣球過遠 這就非常考驗司機和引導人員的 一個技術 無一例外的都失敗了 對此訓練方法提出了一定的質疑 認為這個不太可能 有點苛刻 我們訓練的時候 不要像上一組這樣 猶豫地追求這個 不要破氣球 而降低了車的速度 失去了我們訓練的意義 黃沈江 到 你說一說你今天下午的訓練情況 刹車的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停車的這個距離 把握得不是特別好 秒鈴 這個慢慢拍 所以導致這個刹車距離過短 或者是過長 不完便 我給大家演示一遍 看看我們這個訓練 到底能不能達到所要求的 5到8公分這個距離 等下... 是 我們讓你們看 我們的宫廟 我們是在設施之間的 與我們來cido 實際上、大陸威尊 就是我們假設的 我們在設施之間 我們一定就是 它 明天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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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細 我們 ! 我們 這個車只要你用心 完全是可以達到 咱們騎車的要求的 王剛的成功 讓戰士們對他由衷地佩服 也讓戰士們看到了 自己訓練中的不足 有個想法我跟咱們分享一下 看怎麼樣能給它解決掉 就是咱把這個發動機的工作環境 剛內的工作環境給它提高 對於裝設備的改裝 發明 有著20年軍靈的柳兆偉 也並不是第一次接觸 柳兆偉是該履自建的 履技術核心團隊中的一員 他們在前期發明了 針對車輛夏季刹車高溫的 輪毀熱喷磷系統 和用於實戰的車輛夜間微光輔助 駕駛設備等 受到全旅官兵一致好評 他把這個東西 不光是當作自己的一份工作 更當作自己喜歡的事情去做 這樣的話 對待這個事情態度也就是不一樣 柳班長他就是帶著我們大家 就是咱們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搞出來 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 柳兆偉他們很快制定出了一套改裝方案 我們利用電加熱管 直接接觸到發動機油底殼 通過加溫的方式 使機油順速變為流敞的液材方態 從而加快車輛啟動時間 但與此公司也發現了一些問題 首先一個安裝不方便 再一個就是造價成本有點高 實際使用起來也不方便 柳兆偉小組研製的這套改裝方案 雖然對發動機冷啟動有一定的輔助作用 但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王剛正在組織的課目是發射車側地組訓練 由於每輛導彈發射車都自帶高壓電 在執行任務中 車輛又會因各種摩擦產生靜電 導致作戰任務失敗 因此在發射車展開之前 戰士們必須通過接地線的方式 將靜電導入大地 二級上市韓建平 因在測量作業標準時有所疏忽 而受到班長王剛的嚴厲批評 在該科目訓練時 導彈發射車地線的地組值 不能高於50歐姆 如果超過標準值 過高的靜電可能會損害 發射車的電子元件 重新測 那你們幾個過來也看著 這個兄弟就是針鋒奪秒 上次的時候我們的地組 他就確實在離這個標準線很近 所以說我當時還和他頂了幾句嘴 我覺得堅持了我的理由 我覺得我這個東西是可以的 裝備操作上 咱們不能有一絲馬虎 也不能說憑經驗 靠老辦法 吃老本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沒有說差不多模倫兩可那種事 作為全旅目前在意年限最長的軍事長之一 王剛曾經擔任過亞使員 機械技師 氧化技技師 導彈發射員等多個崗位 入伍25年以來 他保障過的大項任務不計其數 行車總距離達到近百萬公里 卻從沒有發生過事故 部隊把我們這麼貴重的東西 交到我們手上 我們不從質量上去嚴格把關 如果說因為一個地組沒測 導致我們在訓練中發生問題 不虧對部隊嗎 鑒於今天這種情況 咱們現在是不訓練了 吳清一 帶一個人去 把取點沙子過來 是 阿里木 是 是 帶人去找點石塊 是 好 楊鎮 是 將地組的鹽 工業鹽 降組劑 水 都拿過來 多去幾個 是 楊瑞 是 去把蛙機叫過來 為了讓戰士們更加清楚地 意識到環境變化 給地組測量帶來的影響 王剛班長現場做起了實驗 把地線也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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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一個 先拉著 對 中間鋪了二十來公分後的沙子 現在掉一千多了 十塊這一塊一千兩百多 又和這個又不一樣了 盡快地想把它這個地組降下去 對咱們兵器不要造成傷害 那麼有幾種辦法 第一種咱們以後多打幾根莊 把地線充滿 第二種辦法就是加咱們降組劑 受制很快就降下去了 切記 如果說地組不符合 咱們發射的標準 不要忙碌的去操作 更不要搶時間 一定要保證這樣 大家聽見沒有 是 他在這個工作中 基本上就是帶頭幹 工作和修練上意識不足 發言問題 當場執政 當場赫製 教方法 發言一個問題 他給你解決這個 講三個這個方案 顧你參考 顧你實施 最終的目的要你達到一個 讓你學會 讓你學懂 2022年10月20日 距離模擬工地對抗訓練的日子 已不足一個月 西部戰區空軍地道謀旅 突然接到統彈運輸任務 東搖動輪報告 現在動輪速度40 距離70 一切正常 考慮到此次運輸任務 湖京 山區 峽谷等不同地形 路況複雜 黃岡和柳兆維兩位老兵 主動請英參與此次任務 我只要聽到這種事情 我自己肯定要挑戰第一個 往上上 越有挑戰性的東西 對我來說 越有那種一碗無錢的那種感覺 我們經常會臨時接受到各種任務 機動至陌生地域 可能是幾千公里之外 也可能是附近的無人區 大漠戈壁 車隊適當提速 緊速通過我們戈下橋 動輪明白 動輪報告 動輪現在速度50 轉速2000 剛溫120 油溫90 一切正常 此次任務首先是轉運實彈 第二個是要長距離的跨洲夜運輸 第三個是我們要面臨 非常複雜的道路環境 對我們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動輪報告 動輪車輛你聽聞 出發六個小時後 車隊來到了102號導彈處運點位 一定要確保我們導彈 調裝過程中的輕落輕放 保護好我們的導彈 車隊快速運 王剛所在的運輸小隊 需要在此處卸載調 自101號導彈處運點位 運來的四枚桶彈 隨後繼續行進數百公里 趕往103號導彈處運點位 再裝載四枚桶彈 最後運回101號導彈處運點位 撕掉一下 請 此次任務時間緊 距離遠 而且涉及實彈 所以每個環節都需要 格外小心謹慎 尤其是調裝過程 對操作員的技術和耐心 都有著很高的要求 等等 慢慢慢慢慢 好聽 放 放放放放放放 慢慢慢慢落別著急 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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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立 靠近了 立定了 就聽到哪兒砍字了 秒到20秒之間 才能達到多少溫度 讓我們拿出地道兵的血性 和勇氣來準備出發 讓我們拿出地道兵